在录制过程我想应该前面讲过啦 这个应该没问题 录完之后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VBA里面看到 我的名称叫大乐透下载 那所以你会发现 录完之后 它会帮我们写完这个程式 Wiz and Wiz 后面的话呢 其实就接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叫做 Query Table 加S 顾名思义嘛 这个物件的主要的作用 Query是查询 Tables就是 这个网页里面 如果有表格 它帮你找出来 顾名思义 然后它做什么呢 Add是增加一个Connection Connection就连线 连到哪里呢 连到URL 指的就是说呢 我连到URL就是网址 那名称 所以我们刚刚说 有贴到一个网址 就这一串嘛 那你会发现 Index Page等于1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将来就要从这边下手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它后面会带一个参数 叫做Distination 这意思顾名思义吗 就是你下载到 这一个工作表的 哪一个位置 有没有 A1 所以呢 我们要下手的第二个部分 就找到了 所以大概知道位置之后 再来下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执行一下 不过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改 那怎么改 我们逐步来改 然后呢 不过先执行看看 录完之后 但你会发现 它这个录完 好像有一行是有问题 什么地方有问题 增错一下 它这边会卡在 叫做Commend Type 所以请记得 这一行 要不就把它删掉 要不就是把它注解一下 它这一行会出错 是固定的 所以记得 这个地方 其他的话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下载第一个Page 那我再把它新开一个 我从这边练习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改一下 那改的话 我们干脆 旧的留下来好了 把它复制 贴到底下 干脆名称改一下 叫P次好了 也许上面是只有下载一个 那第二个我把它改成P次 那这个程式嘛 云端上都有啦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云端上也有 那我就是先做第一件事 For I 等于 所以习惯上什么 打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 1到51 Enter两项Nex 然后呢 习惯上是把这些东西 With到EnterWith 把它搬移到这个中间 并且按一个Tab 然后呢 结构再调一下 For I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Index Page 怎么样 把它改成 E改成I 还记得吧 双文号双文号移到中间 End end再移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再空白 所以背口诀 大家都一样了 好 第一关完成 可是它每一次都会放在A1 A1 A1 所以我希望呢 这个地方能够改一下 改什么呢 如果它第一次被执行的时候 那是A 就是从E开始 反之呢 之后执行的 就是一直往下追踪 之后加E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能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在这边 if 如果我是第一次执行 怎么知道是第一次执行 I如果等于1的时候 then 那先把结果打一下 这个我想前面都打过了 这是两重逻辑 那我这边多一个变数叫R好了 这个R指的是 我将来要输出到哪一列 如果第一次执行 那I等于1 那这个R也等于1 指的是第一列 反之的话呢 这个R等于什么呢 帮我向下追踪 从哪边追踪呢 从range的A1 这个前面也写过了 就是向下追踪的话 就是点end 然后向下追踪的话 exit or done 点row 向下追踪到 那因为我追踪到呢 我如果要在汇度的话 一定是从它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所以这边可能要加1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程式啦 那我就把这个R怎么样 放在这里 有没有 R 所以第一次进来的话 那R是1 之后的话就向下追踪加1 那我要怎么刚好放这里 因为它刚好在这个字串的最后面 所以我讲过 如果是在最后的话 我不需要串两边 我只要串一边 end R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那个字串的右边没有东西 所以串一个R 诶 程式基本上呢 写完了 OK应该看得懂到的逻辑啊 只是说要一次写正确 只要注意细节应该没有 我应该没有 那再来就是什么 再try一下 然后最后OK之后 尽量把注节打上去 所以你会看到云端上 我应该好像有加注节 那可是呢 你在执行的时候 我建议 你不要一次就把它这样执行 因为可能出错的几率还蛮高的 比较建议是什么 要不就F8 组航跑 要不就是设一个中断点 让你F8好了 那我执行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 I等于E 那第一次执行 所以R也等于E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帮我下载 那个什么呢 下载第一个page 到这个A1的地方 然后跑一下 所以往下走走走走 然后你会发现 这边web table 是网页上面第五个表格 然后呢 到最下面这边 有一个refresh 就是会更新的 下载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已经下载第一个了 接下来应该下载到30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 然后按F8 Next 这个时候的话 I是不是等于E 不是的 所以呢 它会怎么样呢 在自动往下追踪到31 并且31再加1 所以R是多少 有标放上去看一下 欸32 你懂的意思啦 OK 应该不难理解哦 OK 真的不困难吧 都看得懂啦 诚诚没有加很多 可是RUN 我是觉得效果还蛮大的 F8 然后呢 第二个page 所以I现在等于第二个page 然后就帮我把它抓到 A32哦 OK 下来 其他往下往下 不然它可能要按很久 refresh 欸 有没有发现 下来了 所以再来应该都OK了 所以我就不在F8了 不然它跑很久 接下来就是这样 按下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哦 它这个时候呢 就会一直跑 可能要跑的时间久一点点 那这时候我们就只要看结果了 Ctrl向下 1550 那应该OK啦 所以算一算啦 只是说呢 下载完之后啊 虽然已经下载了 但是好像还有一些事情还没完成 什么地方呢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就是一直要往下找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栏宽自动调整 第二个 这个好像不需要那么多个 所以怎么办呢 留第一个 最后面都删掉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复习 前面有讲过的 如何删除某些列 如果它里面 假设A1里面的只是日期两个字 就把它的列删掉 这个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 这个数字里面怎么样 就是一个储存格放六个 可是问题我需要它 是一个储存格放一个的话 那我势必需要把它切割开来 所以第三个问题怎么切啊 不过这里的话 最简单的切割方法 你可以利用那个 资料里面有一个资料剖析 那剖析的话 因为它是刚好是分格符号是逗点 所以三个问题 做完如果全部三个问题解决完了 真的就是一键完成了 那再来可能延伸性的 因为后来就有同意 如果我今天希望 不要下载到同一个工作表 我希望一个page 一个工作表的话 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个 对新增工作表 我好像前面有 那其实在我的云端上有 第二个问题是说 它是说 老师那个转很久 我一直下载一直下载 可是我不知道下载到第几个啊 可不可以跑进度状态条 上个礼拜有讲过 对 可不可以加进来 绝对可以 效果好不好 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尤其是你要等很久的时候 那就非常需要 所以这个部分是后续 因为今天时间 应该是讲不完 刚刚讲的东西 所以这个留在下一次上课 我们就分别 你们回去先做做看好了 建议 回去可以找 也许可以找不见得一定是只能找大乐透 你也可以找什么 这边上面一堆嘛 六合彩 精彩539 一堆的 也可以把它玩玩看 不见得一定只是这些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呢 刚刚写的程式 这个是录的 我有把它贴到这边来 那我改的其实就在这里 基本上好像一模一样 我应该是记得都一样 顶多我是有自动调整栏宽 有写上去 再来就是删除多余列 再来就是资料剖析 再来就是底下那个统计结果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哪一些是最高的 然后还有分别下载分为 之前因为是50列 这应该现在改成51列 因为资料有update 等等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先看过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大概就等于可以针对一连串的工作 你等于是说可以见招拆招 是真的可以用在工作 而且还蛮好用的 以后的话 你的事情真的就是可以见完成到底了 那重复的事情 真的就可以不需要 花那么多时间在一直做那些 我是觉得要是我 大概只要做一次两次 我就把它分析成一个程式就好了 只要是需要重复性质的事情 那就只要就是一定把程式写出来了 那这个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叫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先录制剧集 再修改剧集